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早安 早安 現在剛剛出了一些經濟數據 以及內地出了一個排除 對於美國加徵關稅清單 然後今支的人民幣彈倒 已經升穿6.8這個水平 但港股暫時升得50多點 當然有點隱憂 美股昨晚升了300多點 很多人認為港股今天應該有明亮的走勢 但大家要看看 上個星期四 杜瓊斯指數跌了405點 唯獨是星期五港股上升 不過當日成交金額有多少呢 只有960億 到昨日 港股也進一步做好 技術上的走勢也曾經突破10天和100天線 但成交金額也只有996億 連續兩天的市是升 但市的動力是不夠的 都是不夠1000億的成交 不夠的 首先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一格高 到今天來講的指數 其實也只是徘徊在幾十點 大家可能會認為 美股昨晚那麼亮麗走勢 應該刺激到港股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抽升 其實呢 直到今天開市之前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但是 如果你講義的市的成交金額 是1000億以下 我覺得 就算你開高多一點 都沒有意思的 因為資金的參與度 是薄弱 還有這兩天 大家發覺到 南籌股走勢不是一致的 例如好像昨天的騰訊 明顯的反彈 但是匯匯正在試著 十幾年的低位 這一分鐘跟大家講過 最低見過 32.05元 是什麼一回事呢 是已經跌穿了 早前的低位32.1元 雖然影響不是大得那麼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匯匯占行指成分 只是8.14%而已 騰訊也有10% 友邦也有9.96% 還有建行也有6.97% 就是說 其他重磅南籌 不要說升 只要不動的話 匯匯再多跌一元或者幾毫子 其實對指數沒有影響 真的沒有影響 但是財富效應就有些影響了 因為匯匯的股價持續低迷 那變成一部分 傳統的投資者 他現在的心態 是真的比較是拿著拿著的 但是他們會不會參與一些 新經濟的股份呢 一部分傳統的投資者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他未必會那麼容易接受 新經濟的股份 他都是喜歡買公用股 去投資者 購買匯匯接受 但是來рут匯匯接受 那當然他們失望 但是會不會把 defic��� further 重新投入去新經濟的辦法 我看一ап 一定是奇那些金 九燈、煤氣、匯控、恆生 買來買去就是行銀行股和一些公用股 因爲他們見到那些股份的業務 他們見得到、看得到、實實在在 但是線上新經濟股份 可能你跟他們講十次 他都不明白是什麼 所以變成他們未必會參與 更加細價股他們不會參與 變成如果傳統籃籌不行的話 一部分保守的資金暫時就不會入市 來來去都是新經濟股 或者一些進取一些的投資者 但問題就是 騰訊現在這一分鐘 仍然處於一個中期升後的整固階段 325元升到上564元 跌回到499.4元 現在就在499.4到564之間走來走去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中期升後的整固形態 阿里巴巴又怎樣呢 一樣而是 238元升到292元 調整一半 一半就是265、267元 他亦都在整固 例如好像小米大家都知道 亦都很亮麗 14.54元升到26.95元 可惜配股呢 那倒是 沒辦法 高台配股本身來說 對集團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市場本身有個功能 讓它在適當的時間 進行配股 籌集資金 去發展公司的業務 但要說的不是這件事 而是說 它由14.54元升到上去 26.95元 升到12.5元 跌回幾元 跌回二十一元 二十二元 我覺得亦都很限 總的來說 一些 兩例的走勢 還有 包括 美團典併 亦都如是 都是處於一個急升 是一個正常的消化 那現在的市場 就有少少青亡不折了 傳統藍走不肯走 線上的股份 亦都處於整匯之中 指數有沒有大跌 沒有大跌 但是會不會大升呢 不好意思 亦都沒有大升 那變了 大家在那裡猜拼 就等了 直至到 就有些消息 或者新的資金入了市 從而亮點了 一個投資者的入市的意欲 那到其時 或者新經濟股再回暖 那市場氣氛就好 但是指數有沒有大幅度上升呢 你就算算了 傳統藍走全部蹲在那裡 你去騰訊 10% 有阿里巴巴5% 小蟻2.59% 是17.59% 成分股 行指成分股 是稍為亮麗 其他那些 全部蹲在那裡 點完 那你指數呢 沒有大跌 不過不好意思 也沒有大升 那我又在那裡猜拼了 那九月份怎麼走呢 暫時來說 是一個先高後低 那指數是有1號的高位 25254 跌到去九號的低位 24213 有一個技術上的形態出來了 第一 今個月 在上旬的時間 先見低位 那至於中段 會不會回穩 下旬時間 會不會上回去呢 就真的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 一定 但是最低限度有兩樣東西 九月份的事 我覺得表現不差 第一 今個月的低位 是九號的24213 沒有跌穿八月七號的低位 24167 就是說 八月和九月的低位 是很強 很緊 但是呢 九月是沒有跌穿八月的低位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技術上的表現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八月份 是先低後高 那你找一個低位 你才慢慢有機會高 九月份一樣而是的 先找一個低位了 好了 會不會後高呢 就先看看大市的表現 這一分鐘指數上24724 是什麼一回事呢 已經在日中這一分鐘 是回到十天和一百天線路上 十天已經跌穿一百天線了 那當然不知 升離了只是幾十點而已 不算特別升離 你上面還有二十天線 還有五十天線 雖然你還有兩種平均移動在上面 二百五十天線比較高 但是現在這個指數距離二十和五十天線 有不外乎兩百幾點而已 第一指數已經升離了 今個月的低位 二萬四千二百十三 第二也回到十天和一百天線路上 只要成份股稍微做好一點點 指數回到二萬五 絕對不出奇 那就是氣慾來了 因為你上去二萬四千八 二萬五千點 正在坐的水平 你距離今個月的高位 二萬五千二百 五十四點 很近的了嘛 到時一旦突破了的話 市場就會扭轉成為先低後高 但是都不知道波幅不會太大 因為成交金額不會有 但是即使波幅不太大都好 大家都會明白 每個月一定有一個波幅 好像上個月這樣 由二萬四十一百六十七 升到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八十點 今個月我就當你成交金額是一千五百點波幅 一千五百點是什麽一回事呢 因為今個月的波幅呢 暫時來說是由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 跌到下去二萬四千二百十三 只得一千零四十一點波幅 是小的 即是說呢 九月份剩下的交易點 恆生指數 如果不會跌穿二萬四千二百十三 時必是會攻破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 因為每個月的波幅不會太小的 那剩下來呢 就要看下指數呢 是怎麽行發了 昨天指數日中的高位是二萬四千七百五十點 現在呢 就去到二萬四千七百四十 那如果今天的指數能夠攻破昨天的高位呢 最低限度就說給我們聽 今天的低位是高於昨天的低位 今天的高位也都高於昨天的高位 即是市是慢慢逐步向上移 那有理由相信大市呢 斷刑了之後呢 可能在中巡、中下巡呢 慢慢找機會呢 市高一點點 但是 都是上落市的 是 大家不要認為大市會大升 現在的成交金額 市是沒有條件大升的 看看接下來的升手會靠經濟數據推動 始終現在的升方已經擴大到一百點了 看看內地的經濟數據 好嗎 公佈了三大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的總額是增長0.5%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今年之內首次錄得正增長的數字 第二個是工業增加值 8月份內地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5.6% 這個都是比市場的預期好 最後看固定資產投資8月份 累積數字呢 是下降0.3% 但是這個都已經是好過市場的預期的 失業率 5.6% 按月都有所下降 所以你好像現在市場的氣氛少少 暫時升幅呢 就去到一百點左右的水平 但是 這些經濟數據呢 都要看看可不可以維持下去 郭Sir 我覺得呢 情況呢 是會逐步逐步改善的 雖然你就不會說 大幅度的盼勝啦 因為環境氣候是不容許的 大家都清楚啦 冠狀疫症在全世界仍然在蠻移近 例如印度啦 巴西呀美國 還有處高峰期嘛 其他地方都仍然都仍是 一直在抗疫的 唯獨是中國呢 早前來講呢 抗疫是成功的 所以變了呢 現在的疫情呢 是受控了 那麽開始呢 就民生啦 衣食住行啊 旅遊啊 慢慢慢慢逐步回復正常啦 那麽是 不可能呢 跟說 疫症之前那種情況呢 大家相談並論 但是最低限度呢 是逐步逐步有所改善嘛 那麽有理由相信呢 十四億元的內需呢 一旦大家 抗疫成功啦 開始有少少經濟的啟動啦 那麽慢慢慢慢 衣食住行回復正常呢 那麽那個經濟的動力呢 滾動呢 是會很厲害 因爲那個基數低的嘛 在這麽低的基數之下 只要輕輕稍微回軟做好一點點 已經是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增長啦 那麽尤其是 你不用看其他隻啦 你看一眾的內需的板塊 喏 我們不要講 農夫山泉啦 我們不要講海底撈 你只看一眾的內需股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咬著高台的 而近期你說呢 哪個板塊最好呢 航空股 是呀 航空股 因爲呢 大家在疫情當中呢 你又不敢旅遊啦 亦都不敢出門啦 但是現在 可以慢慢慢慢放鬆 那是 你不會飛去美國 不會飛去巴西呀 或者印度啦 疫情緊張的地方 連歐洲你都不會去啦 但是 廣州 或者哈爾濱 北京呀 拿一拿去上海 或者去一拿去 湖南呀 或者是 福建呀 這樣去旅遊 是可以的嘛 中國呀 地大蜜蜜 十幾億人 你又去我那裡玩 我又去那裡玩 我不管你高鐵也好 飛機也好 始終呢 是會催生經濟的嘛 所以相關的數據來講呢 在第三季呢 開始有所改善 我覺得第四季還會更加好 那至於環球的那個經濟呢 就最終真的要看疫苗啦 因爲有些地方呢 抗疫都是成功 好像中國啦 但是有些地方呢 抗疫是很失敗 很令人失望的 例如好像美國那樣 那它是沒辦法的 好像美國呀 要靠消費去推動那個經濟 你現在這樣 地方又出現一些暴亂 加上疫症 仍然都還要高峰期 那你經濟很難去啟動的嘛 中國就在這方面呢 做得很成功的 首先來講呢 將疫情壓了下去先 控制了先 然後慢慢慢慢呢 才逐步逐步這樣開放 那這個呢 就會令到呢 消費者或者國民呢 去出門呀 在境內的旅遊呀 各方面呢 都會有個信心嘛 那既然是這樣的 你有消費 經濟自然有得推動的啦 所以剛才呢 Yumi提到一系列的數據呢 好像有少少改善 我覺得第三季到第四季 改善的情況 還會更加明顯 剩下來 看看疫苗 什麼時候就不現世了 有些就說秋季 現在就說秋季不行啦 冬季 其實很大機會呢 要真的明年初春 甚至夏季是有的 一隻疫苗要研發出來 要從一期二期三期到人體 沒事了 然後再推出來 是有個時間的 就不是說 今天做 下個禮拜呀 或者過兩個月就行了 不是那回事的 還有十隻疫苗去科研也好 最終呢 可能十隻都不成功 或者只有一隻成功 其他的呢 一期呢 已經是肥老了 有些二期肥老了 有些去到三期了 都臨床了 咦 臨床不得害人體 有些負面反應 停一停先 停一停先 你停多久 你不知道的嘛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是一件事的 大家真的要給耐性 但是航空股升了不少 我記得上個禮拜 問過常理的時候 因為你好早之前 推些中支航空股 是啊 上個禮拜你就說 哎 先休息一下 好了 休息一下 現在還有沒有動力在上呢 都整固了幾格 幾天的時間 都是要升 都是要升 因為你好像 講來這個是 是不是東航啊 是啊 我一直為什麼推介東航呢 因為東航、南航和各航呢 我獨推東航 因為各航有國際航班 線路比較多 東航呢 南航呢 始終是境內比較多 所以我看好 內地的內需那個 境內的消費 和航空業 加上油價下回三十多元 當然有我們航空業的發展 那形態上呢 就經過一輪的收集之後呢 我當你收集啦 嗯 技術上呢 攻破了三個二號半 那突破了三個二號半呢 就形成了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攻破之後呢 現在出現一個上升的勢頭 那就是 那這一陣子呢 由三個二號半 三個三個三一號 星律上三個籌 那當然有些消化 但是消化之後就看基本面 因為呢 就來國慶州 是啊 十日的旅遊時間 黃金州 黃金州 那你又飛我這裏 我又飛去那裏 一會兒可以去澳門啊 啊 澳門那裏都逐步放寬了 內地居民 我們不行啊 不行啊 要回來做回個十四人 我們得思開心啊 不過不要緊啦 你那十幾億人 周圍去飛的話 難怪澳門的 博彩股近期都升得不少 是啊 但是講東行來講呢 因為還有個黃金州在後面 所以我看股價呢 應該上去四元四個二的 不要認為說 哇 它升得那麼多 它本身是五個幾個股票來的嘛 本身就是五個幾六元的股票來的嘛 疫症嘛 衝擊嘛 飛機停了嘛 就有一條股票跌到兩個幾 但是 講真話 國家的嘛 是 不會倒閉的嘛 是 怎麼同呢 還要扶持 是一定要扶持的 其實全世界的紅紅公司 國家一定要扶持 你好像太行那樣 如果你沒有一些政策去扶持 它現在還要重組 其實全世界的紅紅公司在疫情之下 如果沒有政策 沒有國家扶持 真的要結業的 不是說笑的 好像國泰那樣 它很大機會 真的會裁員 那你節省的營運開支 就算你現在這一分鐘 停了飛機 它每月的營運開支都成二十億 早前拿了三百億 我想年齡就已經花光了 那如果要去到2021年底 或者2022年中才能夠胡亂的話 它要計一計數 我現在的錢 能不能夠捱到那一刻 其實企業裁員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麼 如果一旦裁員 你說那些人 怎麼去找工作呢 現在這一分鐘 是很慘的 但問題就是 對企業來說 就是瘦身 是無可厚非 那六七零好很多 剛好有觀眾就問 什麼價格可以入 你剛才說看四元 四個月那幾個位 這位觀眾朋友 其實我講了 東航好已經講了 整兩個幾月的了 那為什麼你早點不買呢 我都說了 你不看好 或者你不信 它會怎樣好也好 你就買少少來搜門口 那少少是什麼意思呢 你當你想買兩萬股 你就買著兩千 三千 四千 守著門口 擺著在那裏 佔了倉底 然後慢慢慢慢 再坐坐部署 那一直都沒有買的 你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只能夠跟你說 我都還是看它向上行 那你說 什麼價格可以買呢 那 我當然希望你便宜了 但是問題是 它的價格已經上了三個七了 前日的價格 曾經碰一碰去三個五五百 在競價時段 成價了七百萬股 三個五百 如果那分鐘買到 當然開心 但是我都莫名其妙 好地地 三個六三的股份 在競價時段 落到三個五百 真是拗圖 都不知道為什麽 初初你以為 不要加火了 競價時段跌到這麽多 一定是不好了 明天開出來 又三個六號幾了 無論怎樣都好 一直都在三個六號幾 很長時間 如果沒有買 就比較可惜少少 去到現在 三個七 三個七 如果要買的 你都是要買的 除非你是介意那幾個先的 我覺得這樣 航空業 如果我們看好 或者是旅遊業 我們看好 旺的話 我們是不是介意那幾個先呢 如果只介意那幾個先 就真的沒有辦法 實際上 它也是由兩個七八 升到現在 升了一元 這幾個元 不是很長時間 我想一個月的時間 無奈 如果早前沒有買 現在要買的話 你當然要給多少少錢 你買的 你都是買 不過可能兩個七 你買兩萬 三個七貴很多 怕些 那就買不遷股了 馬牙斜邊 是吧 嗯 剛才不是說到一些賭股 其實今天都不錯 在這個中資行股 升到2至3%的同時 銀魚都升到2% 至於金沙中國都升2.8% 其餘都有2% 甚至新豪國債升4% 為什麼就是一些大行的渠道數字的消息 就出來了 說澳門上個星期 日軍的賭收數字 超過一億一千萬的澳門員 即是比上一個星期多了三成七 似乎陸續復甦 加上剛才提到十一黃金周 那現在內地居民去澳門都放寬了 那是不是都有一大衝景 那當然有 第一就是基數低 你一直疫症之下 澳門的邊房都封了 嗯 那現在開始開封的話 那你在這麼低的基數之下 頭個階段的增長是很亮 可能是說50% 150%這樣升 那因為 一個數學很簡單 2元跌落 1元跌了多少個巴仙 一元 即是一倍 不是不是 2元跌落1元跌多少個巴仙 50 那1元升上2元呢 一倍 沒錯了 嘩 考我數學的 這就是效應 2元跌到1元 就沒有了50% 但1元升上2元 居然有100%的上升 因為基數低 所以未來這段時期 仍然會維持這麼低的基數 大幅度的增長 那一種博彩股來說 如果我選擇的首選 當然是銀魚 因為銀魚在澳門的博彩餅 是最大的 那你說 最小隻 小小隻 這樣 直博有沒有 直 800里 澳博 澳博呢 我跟大家說 我沒有記錯的話 銀魚在十幾年前 80元的時間 澳博是二十幾元的 不過銀魚一路高速增長 澳博就一路都沒什麼增長 直至近期才慢慢慢慢 追回來 但是怎樣也好 股價仍然都相對比較低 以現在十個零幾來說 我覺得都是有些直博的空間 十一元很大的阻力位 之前幾次都衝不穿 沒錯 幾次都衝不穿 這一層可能會有機會衝 一衝穿就十三四元 股份很有趣 在一個高位 跌撞上就撞上 撞幾次撞不穿 其實只要實際的環境是配合 最終會突破 即是旅遊開始慢慢旺盛 九月、十月、十月 甚至十一、十二 旅遊收益開始慢慢慢慢 逐步回暖 這個增長勢頭 在沒有特別的情況出現下 是可以不斷地出現一個高增長 因為現在基數低 所以我其實覺得 是有一定的直博的 11元是一個阻力 技術上 但是問題就是 它不會去到11元 一半之後 接著押疫症出來 又封關 又不去玩 又不去 不會的 是不是 股價是視乎 經濟收益 股價是視乎 實際的環境 怎樣走的 不過它步伐是慢一點的意思 減大的當然是銀魚 又是金沙 但是有些就說 那些很貴 六十幾元一股的銀魚 有沒有十元 或者便宜一點 有的 澳博也是可以想的 因為澳博相對一眾的博彩股來說 股價是真的落後了一點 真的便宜了一點 好啦 今天節目時間稍短了 我們再回答一條問題 好嗎 當然 沒有一條 好事成雙 趕時間 美團點瓶有什麼方向 其實美團點瓶真的沒什麼大大的方向 因為說真的 以現在的股值去到五百五十億的市盈率 你問我我都覺得貴 因為大家要諒解 我是一些很傳統的分析出身的 我們入行的時候 教企業的賺多少錢 市盈率多少 擺多少額 實際嚴害點 因為這個已經是根深蒂固 是沒有法治改變的了 只不過新經濟的興起 我們就要學習 但是我們傳統的學回來的 都是要看股值的 如果你說以美團點瓶現在的市值 一萬四千多億 我覺得很貴 真的貴 但越貴越買那些 沒錯 越貴越買 沒辦法 那這個你就要放開你的思維 因為它是沒有所 送餐飲送外賣 但是它還有其他業務的組合 市場認為在大數據的大數據 在前提之下 美團點瓶未來的前景 發展空間是相當相當良麗 就不介意 現在暫時沒有錢賺也好 或者股值比較高也好 都說要買 那你問我的話 這一陣去到那個高位 有少少回吐其實很正常 280元拉回去 230元左右 50元 50元我就當你升100元 會是50元 很閒而已 這個是正常的 那 站在240元幾元的話 如果你說不跌穿280元 不跌穿220元 它始終慢慢慢慢走回去 只不過早前升得太急了 如果你由那個低位大於100元 去到180元 1.8倍的了 1.8倍的股份 高台有少少整固 不出奇 還有現在 是走在10和20間線之下 不過就沒有怎樣跌離 你問我的話 我還是看好 但是股值是高 超高 不過沒辦法 資金的流動 是主導在一起 現在這一分鐘 美團點名的勢頭 只是屬於一個 中期升後一個高台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有貨在手的 230元我不管你只賺只蝕 放在這裡 如果不跌穿的話 你繼續向上網 好 最後就帶上雷蛇1337 有貨的1.54元買了 要不需要走一走 還是持有多一會兒 等多一會兒 早前有個高位1.81元 看看穿不穿得到 今天曾經試過的 1.83元 就穿過了 收市那一刻試作準 但不管 它都是在試頂 既然在試頂 我為什麼不跌一跌 又怕著一會跌下來怎麼辦 一個月的低位1.42元 這樣好嗎 先放下指賺位 現在指賺 如果一分鐘你設定的話 可不可以設定在過7元錢呢 不跌穿過7元的 就繼續向上網 拿多4個線來給它看一看 即是拿4個線來給它賭一賭 賭輸了的 賺少4個線 賭贏了的 一個了一個8.53元 目標就一個9.5元 兩元都一頭了 拿4個線來賭一賭 一毛多兩毛錢 我覺得直賭 應該暫時來說 放下指賺在過7元 就讓它看看能不能夠衝破 這個很多年的圖 是呀 之前又想看看 嘩 真是由那時候5元 落到現在 嘩 別動 拉高 拉高一點 這個 這個 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如果有個突破的話 正式突破的話 它不是過9兩元的了 是試回這個 2019年4月15號的高位 這個是兩個二元錢的了 兩個二元再上就忘空的了 兩個三左右 是呀 你一個五毛多買 這首貨買得很好的 拿4個線 或者如果給我 我直接不理它 的了 我就看看我自己的錢 是不是整副身家 都放進去 如果整副身家 都放進去 放一半只賺在過7元 如果不是的話 閒錢來的 我就放進去 我不理的了 嗯 好 那我跟進一下其他二棟股份 包括剛剛提及過的小米 小米其實是有配股創辦 就是配股減持的 減持3億5千萬股 這裏套現最多是約80億 每股作價22.5毫半 今天曾經試穿過的 最低22.3毫半 後來現在回到配股價附近位置 跌幅4% 配股的還有恒大汽車 已經改了名的 以前叫做恒大健康物708 現在叫做恒大汽車 跌成9% 其實它就是配股 包括騰訊 向他們6名的成本人配股 不過折量都幾多 下一成過外 暫時都跌至25.6的位置 曾經跌至24元 另外其他二棟股份 包括 今天是有隻新上市的 你有沒有研究這隻 莉莉實頁 是 怎樣 昨天我看它的暗盤 這麼厲害 然後 今天的表現也不錯 莉莉實頁 今早去過1元以上 看回這間是做什麼 它就是製造個人護理 生活時尚電器 開發 ODM模式 有些類似小米的影史 又是做家電等等 這個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那抹下車片都可以的 幾毫子的股份 其實在市況下 就略為做好一點 絕對不出奇 如果不是市近期來講 有些不明的話 你說好像在八月份 比較兩例 或者七月多的市 月初的時候上市的話 那抹上去 一個多銀錢都絕對不出奇 那以四毫子的股價來講 現在九毫子 其實中了的兩人朋友 都是開心的 這是開心的錢來的 那今天最低是八毫二指 以我看 不跌穿八毫二 一樣在高台 一直走的 那會不會有太量例的走勢 你要給點時間 市場就大了 問題就是 你股價有時候走快了 你未必會跟得到 對吧 所以要給點時間下去 好 那現在市場上 維持一百點左右的 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六點 多謝曉光Sir 下個星期就會有正常時間 好 好 拜拜 拜拜